视线是这样的 我俩从山里加了好多栗子 用儿子捡了个铁锅炒栗子 没想到是邻居家的 所以邻居陶姐把炒栗子拿走了 作为弥补 咱谁也别让谁嫌疑 于是第二天 我又做了烤栗子 没想到陶姐跟别的邻居说 我在送栗子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哎 不是 所以 妈 咱们家汉多少栗子呀 嗯 就说这点了 这点都不够我吃呀 我还能跟栗子做点心 点心 好啊 但是老妹不愿意做得要做到位 不愿意给你做好没方 好好好 那我去做 烤栗子还剩一些煮好的栗子 仅剩这点存货了 不过 以不变又慢变 是我的优势 栗子做馅能做很多甜品 有点颗粒感的口感才好 老婆饼平时我们都爱吃 带栗子馅的 今天我来解锁了 老婆饼的酥皮需要两个面团 面皮和油酥 醒面的时间 我得再搞个糯米面团 没有糯米的老婆饼 总觉得缺点什么 酥皮的两个面团醒好了 各搓15个球吧 油酥包到油皮里 收口朝下再盖保鲜膜醒发 幸好只做了15个 幸好比略品好做多了 冷却的栗子馅先包到糯米皮里 酥皮压扁擀成牛舌状 再卷成铺盖卷 继续醒发 自己做的油酥比买现成的酥多了 第三次需要把铺盖卷轻轻擀一下 再卷成一个粗短卷 没错 这次醒发后就可以做酥皮了 中间一压 两头折起 擀皮儿 再把刚才包好的糯米粒子桥 包进去 再稍微擀一下 雏形就出来了 摆到烤盘里 刷个全蛋液 撒点白芝麻 还有老婆饼 标志性 删吧 划两刀入烤箱 嗯 一打开就闻到香味 这不就是老婆饼本饼了 哇 好烫 老婆饼就是要撑热吃才好吃 看着酥皮 一碰就掉渣 糯唧唧的糯米 裹着香甜的栗子 紧吃几元了 好 好吃吧 嗯 你又觉得脂 又来 等我去换换它 哼 还真是 我们家考什么呢 阿姨 你属啥的呀 怎么每次都这么真正 你这孩子 阿姨 你是要拿你们家螃蟹 换我们家粗吗 什么螃蟹呀 我看到你买了 我是要还空的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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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买东西都现在还没试完呢 这马上是一的 必须把你买的 哎呀 那些南瓜是我特意留的 我打算给你们做甜品给你们惊喜嘛 这样啊 哎呀妈 快快快快下来 这都是妈妈的主意 给你需要做前层 对呀 给你做南瓜前层啊 怕我花钱 幸亏我机智 到南瓜的季节了 我多没在怎么了 贝贝南瓜做甜品最适合了 小贺呢拿来做蛋挞 一分为二 抠掉内壤 这个壳子就是蛋挞皮了 大个的是要蒸熟的肉 但是削皮太费力了 那也一分为二直接蒸熟吧 去掉内壤直接蒸熟吧 我家的大蒸铁实在是太好用了 一锅搞定 蒸南瓜的时间再搞个蛋挞皮 八颗蛋先给它打散 然后再把剩下的材料全丢进去 搅和均匀得再过个筛 这个面糊的比例煎出来最软糯了 融化的黄油在这个时候倒进去 然后就开始煎饼皮了 关键点是火一定要小 熟练了煎起来也超快的 在乎颜值的我 必须得切个边啊 边角料一般是没人跟我抢的 蒸熟放凉的南瓜 直接这么一挖 果肉就有了 这可比切皮再蒸省事多了 背味南瓜比较干 加点牛奶打成泥 千层的馅儿 那必须得有奶油 现在把南瓜泥和奶油混合成南瓜 奶油糊 就可以开始玩叠叠糕的游戏了 一层饼皮 一层南瓜糊 吸取了上次榴莲千层的教训 这一次我不敢跌太高了 而且要动一下再切 刚才留下的几个小南瓜 需要调个蛋挞液 这个可就更简单了 只用蛋黄做出来的 蛋液会更好看 直接浇到南瓜托里 倒八分满 再丢烤箱半小时 这个时间 我先切开千层看看 哇这切面看起来还不错呀 千层的任何 怎么都那么好吃 南瓜蛋挞烤好 还有一道工序 外面那层焦糖才是蛋挞的灵魂 哇这个一勺下去 有脆脆的焦糖 还有软糯的蛋挞 再加上绵绵糯糯的备备南瓜 好吃啊 这么吃南瓜才是圆满的 哇 哇 咱们真错过妈妈了 啊味道真不错啊 是怎么了 嗯 真不错 嗯 你俩吃吧 我上碗去了啊 就她俩的一智商 还像她中我啊 妈 哎 妈妈呢 哎呀 谢谢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给你练 大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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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诗诗大会 对啊 你不知道啊 那我得给你给她抱抱和脚啊 等你呢 我也去 哎呀 诗诗大会成语就容易练的你 The next day 妈 那早上是什么 先等会 看图书成语 对吧 这不气氛啊 文字西五 文坚果 哎 诗诗诗 来 买个坚果的成语 幼兰果 博太尼安 不行 不是给我妈找个事啊 嗯 妈 你干嘛呢 我这都会正忙的吗 诗诗 哎呀 诗诗日上嘛 哎呀妈 我说成语不行 要不你做套菜让我理解西桌含义 真诗日上 那我就明白了 那你看着啊 要给车道的话 小块 体现 诗诗诗日上的传统菜 那避暑梅菜扣肉啊 那就从梅干菜开始 但是我做的这点也不够啊 还是测试上买吧 哎呦 菜面想吃啊 虽然北方人小时候没这菜 但是为了让儿子深刻理解 成语 怎么用生活体现 还有中国的传统文化 那我必须得认真对待啊 我可是超人妈妈 今天我可是把早适的小油菜包园了 看看二七星能做出多少梅菜 洗完了是这么两大盆 做梅干菜的主要工学 就是蒸和晒 最后再和肉一起蒸 这道菜是不是太能体现 蒸蒸日上了 并且梅菜扣肉还是中国传统 流水席的一道经典菜 这不就象征每家每户 都蒸蒸日上了吗 走了 还是你厉害 那你多做点啊 咱们也让每家每户 都蒸蒸日上 哟 今天怎么这么大方了 我这就传地祝福 行啊儿子 看我这梅干菜做完 有多少吧 哎妈 你这梅干菜做好了吗呀 还没呢 现在刚开始进入三蒸三晒 耶 你干嘛让我开心啊 没没没 我说老妈你好厉害 耶 现在你看到传统美食的不易了吧 第一蒸晒后 第二蒸晒后 第三蒸晒后 就呈现出这种棕红色了 二十斤斤蔬菜 收获了这么多干菜 可以准备做扣肉了 这奇妙吃出在于 辛苦的把蔬菜抽干水分 再用水泡 用测我那些梅菜的量 我估摸着 够个七八份梅菜扣肉了吧 这铁锅买的太及时了 不然这么多肉 我得煮多少锅 特意让老板给我都切成了差不多大小的方形 生火这技能 是超人妈妈必备素质 现在把超过水的方肉 抹个酱油料汁 再来个揉摸摸疗法 表皮晾干 再下个油锅 几秒钟就烫成这皱巴样了 晾凉之后切片不切断 虽然我这个刀有点炖 但一点也不影响我能切出漂亮的千层 刚才抹肉的酱油再调一下 把千层肉的每片都抹上酱油料汁 毕竟大白肉看着不太有食欲 码到碗里 梅干菜还得炒一下 刚才吃肉比的底油 正好 正好就着把梅干菜炒了 再塞到肉碗里塞紧点 压压实 就可以进行最后一蒸了 哎儿子 能帮我烧火吗 这个瓦像条 还是我来吧 哎你看这小猫别过来啊 毛卷了 好了到时间了 哇热气腾腾 蒸蒸日上 要上桌了 这个得扣过来吃 历史小一个月的梅菜扣肉 吃的可是感动 你看这晶莹剔头飞而不腻的 好吃的感动 哎对你不是说让每家都蒸蒸日上吗 正好过节了 你去给他们添倒菜 哎呀我还没吃够呢 你这给我留着啊 哇哦 儿子 现在你能理解 蒸蒸日上的含意了吧 那承议街楼还得往下接呀 方便呢 来来来我帮你找一个 记鼓传话啊 胡儿爷 胡儿爷 就他了 绝备好了吗